與東帝汶總統在鏡頭前握手表示友好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 十天訪八個南太平洋島國的閃電行程 最終站來到東帝汶 雙方更簽下一項協議 為王毅的南太平洋行畫下句點 不過中國這次出訪外交被各界認為提到鐵板 因為一號在斐濟集結多島國的視訊會議上 中國再度提出中國與太平洋島國合作相關協議幾乎破局 多國認為協議內容仍有疑慮 薩摩亞總理更在二號澄清 並未簽署中國任何提議 也表示這還需要各島國討論共識才能做出決定 但眼看中國對太平洋島國的野性昭然若揭 澳洲新上任的政府也加強布局 尤其近日東加王國備受國際矚目 中國前腳剛走 澳洲外交部長王英賢就來訪 另外澳洲政府打出對抗氣候變遷議題似乎在各島國見效 更讓中國在南太平洋的局勢難以掌握 雖然中國表示會再繼續與各方保持聯繫 但南太平洋的局面也已引起美國關注 這場政治角力恐怕還會講取一陣子 原詞經文R許家榮編譯 原詞經文R許家榮編譯